欢迎来到月亮说,本期视频我们一起来重新认识一下诚意吧 首先小编先来评价夏诚意的演技,她的出彩在于眼神的表达 对人物的情绪心情以及心境,大部分是通过细微的眼神变化来表达的 相对而言呢,她不会采用脸部的大表情和过多的肢体动作 小编觉得这种表达方式是真正的抓住了对人物不同心境状态的表达 以夏诚意的七部古装剧也是同样 近期她与顶流女星杨子主演的古装仙家剧沉香如蟹 播出后热度随即夺冠,尤其与杨子的吻戏中诚意深情闭着双眼 吻得沉浸又让人脸红心跳,一步一步古装剧不断拍的诚意 其实是用了十年的时间才熬成了主角呢 尤其琉璃一句仿佛横空出事半让她尝到了火红的滋味 更被大赞视剧抛脸,演什么像什么 以下就是这七部诚意的古装作品 一起来看看她是如何逆袭走上流量之路的 诚意饰演古装剧角色第一部 沉香如蟹中的天界应渊君,人界唐舟 过来 干嘛 美男姐这招对我没用 莫非,你真的有一个为我们的妻子 你要把这个送给她 收给我 该剧自播出后,除了迅速登上流量网外 诚意的艺人是三角 特别考验了演技,包括天界应渊,人间唐舟,阿修罗玄夜 与杨子在剧中的纠葛更是虐上加虐 不过该剧情日前祭出激情吻戏后 因甜度加成下话题度更攀高峰 诚意剧中,全世的应渊被称为战神 性格虽冷屁 但她知道唯有延旦在她身边才能令她感受快乐 但两人因天界的戒律而谈不了爱情 但在无法克制情感下,虐伤的桥段是一再铺排 更霸气喊话,我想让你明白我的心意 我最想守护的人就在眼前 如此的甜味是最对观众胃口 哪怕仙侠题材翻新不了多少 但目前仍是追剧榜上的首选之一呢 对于剧中诚意的扮相 相比她在琉璃里面的装扮其实没啥差别 但因为演技在线,所以不会让人出戏 她在剧中扮演的帝君 身上有着为天下苍生着想的重任 因而呢她的眉眼间总是有些忧愁 后来她在对女主动情之后 表情就更加立体饱满一些 让观众感到非常的甜蜜呢 后来在与魔戒斗争的过程中 诚意中了圈套,受了重伤 醒来以后双眼失明 让人一看就知道她的眼睛有问题 在抓侍卫的衣服时 眼神中透露着很利 虽然只有细微的表情变化 但仍然将情绪传递给了观众 诚意饰演古装剧角色第二部 《琉璃中的思凤》 诚意在《沉香如蟹》中 与杨子纠缠了三生三世 但与琉璃中演出的思凤却是实事 足够饱长了爱情叛离的轮回痛楚 被残酷背叛也不变心 一路承受莫大煎熬 也正因此人设太过美好 还一度造成不少入戏的女粉留言 向诚意道歉 都是我们女生的错 竟然这样辜负了你的爱 该角色也让她有了 最苦情男主角封号呢 刘璃掀起热议 好评如潮 诚意对剧中角色与思凤的成熟诠释 让她的演艺事业再上一个台阶 晋升为炙手可热的流量演员 也因这一角色 使她被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并喜爱 其实说实话 刘璃这种无限虐男主 并且女主还傻白甜得可以的片子 作为男人并不是很喜欢 但是禁不住老婆爱看呀 就整部剧而言呢 在近年来的仙侠剧里面 也算得上是极佳了 并且诚意的演技实在是没得说呢 刘璃中她这个无限暖男角色 不管是跟里面对手戏里的谁 都有着CP改呀 或许这也就是 她能因为这部戏而火的原因吧 就观众而言 或许刘璃已成仙侠经典 但陈湘如谢从诚意 杨子两位流量王所演绎的爱恨情仇 比拼声量仍极起直追 号召力其实不容小觑呢 承意饰演古装剧角色第三部 《山河岳明》中的少年朱棣 今天是燕王 与燕王妃的大戏之日 殿下 正月想娶陈倩 山河岳明以明朝作为背景 讲述了明太祖朱元璋的第四个儿子 朱棣 讲述他从少年到中年的成长时 山河岳明开播时期的承意 还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小演员呢 该剧开播 却正好赶上了承意的承明 他在开篇出场 无疑是给整部作品带来了无尽的关注度跟话题度 不夸张地说 山河岳明能够如此火爆 其实跟承意的人气流量有着分不开的关系 当然了 作为一位古装是配度超级高的男演员 承意离开了古偶作品 换上了正具的造型 依旧还是帅到了骨子里 他的少年朱棣不仅骁勇善战 而且也是少年气息满满 稚嫩 傲娇 不可一世 呈现的恰到好处 有人说 承意刚好演出了一个少年帝王的坚毅根不屈 心性善良而且高洁 出生帝王家族的他 意气风发 代入感超强 也正是因为如此 人们才会越追越起劲 觉得山河岳明是一部值得看的作品呢 承意饰演古装剧角色第四部 与军歌中的奇艳 承意在剧中饰演的奇艳是一位颜值智商君在线的帝王 但却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傀儡皇帝 他在剧中的扮相风度翩翩 不管是帝王扮相的威严阴质 还是容装时的潇洒硬朗 一身贵气 又自带阴郁温柔气质 承意把一个帝王的隐忍无奈 以及谋略表现得非常到位 他的很多情绪都是通过眼神来传递的 不管是居高临下的僻拟 还是隐忍时的恨意 他都表现得很好 并且除了小细节戳中人心 角色一路于无数生死瞬间一再逆转击退对手 鸣枪暗箭 步步为营下的如履薄冰 也激出了角色的火花 为了演好这个角色 承意也把角色奇艳写了自传 然后去深度了解这个角色 内化故事脉络塑造起这个复杂立体的角色 想认识不一样的承意 与君哥是绝对不能错过的作品哦 承意饰演古装剧角色第五部 长安诺中的肖承旭 很多观众们都是看完琉璃 接着这部剧继续追承意的呢 承意在长安诺中 扮演英勇俊朗的圣州九皇子萧承旭 一身黄金铠甲 颇有大地之姿 虽然他手握重兵 也和青梅竹马赫兰茗玉情根深重 但是呢命运捉弄 始终无法和他将爱走向圆满 承意就自我剖析演出角色 肖承旭的内心 他认为经历亲人离去 皇位被夺 和最爱的人无法相守 仿佛此生都在为所爱之人付出 但终其一生都没能收获自己想要的结局 而且承意在长安诺里的花式哭泣 绝对也可以成为小言剧里的经典教学 毕竟哭得这么美 又能让观众如此心疼的男演员可没有几个男 感觉承意也不是奔着流量去的 这样的好演员希望能稳稳地发展下去 中国不是没有好演员 只是可能很多好演员只是缺个机会而已 承意饰演古装剧角色第六部 青云至中的林晶宇 青云至中 承意饰演的林晶宇 外形风神俊朗 与原著中刻画的形象少了几分阴冷的杀气 多了几分飘逸的仙气 向观众展现了演技之外多面型格 在这部剧中承宇 凭借着非常出色的表现 获得了许多粉丝的认可 虽然这部剧中 他并不是最主要的角色 而且还是一位新人 但是凭借着他的帅气的扮相 和剧中讨巧的人设 以及自带闪光点的演艺方式 而给观众带来了不一样的感受呢 也让他一跃成为了娱乐圈当中的佼佼者 并且呢 更是多次登上了热搜榜 实实在在地刷了一大波流量 自此事业上也更上了一个新的里程碑 承意饰演古装剧角色第七部 莲花楼中的李莲花 这部剧主要讲述了 本已无新疆胡适的李莲花和狄飞生 在以天下安危为己任 重新燃起热血豪情 三人携手战斗 共破江湖奇岸 还天下正义和太平的故事 承意在莲花楼中的扮相的确很养眼 哪怕穿着朴素的灰色麻衣 也演示不了他满身的少年感呢 半盘发半批发的造型 是很经典的武侠风格 这个造型一眼看去 让人不禁想起雨思凤来 侧颜精致举手投足兼气质款款 不愧是凭借颜值出圈的古偶男神哦 哪怕在局部对脸拍的画面中 承意依旧是那个令人一眼就难忘的古装男神 狭长的健眉气势凛然 微眯起的双眼眼神辟腻 和高挑的鼻梁结合在一起 让人看了挪不开眼呀 其实承意的五官并不算完美 小而薄的嘴唇 少年感十足 但和其他五官组合在一起 少了几分大气 并且这张挡住嘴巴的路透图 让人眼前一亮 看到了一个和平时截然不同的承意呢 好了 小伙伴们 本期就到这里 小编还是想说 承意是一个非常善于抓住每一个能够抓住的机遇的人 对待每一个所接的角色 无论主次都会非常真诚和认真 这也是他能够逐渐被观众所记住 并且拥有现在成就的原因之一 现在的他拥有了很高的知名度和关注度 随着未来时间的沉淀相信他的发展也会越来越好 期待他的新座莲花楼登陆迎评 也希望看到他给观众带来更多的惊喜 一起为承意点个赞吧